有研究說,如果上一胎已經開刀生嬰兒 這次第二次開刀,膀胱傷及的機會可以去到1% 高了10倍,1% 在某些情況下,危險性會高了 例如上一胎開刀,或者上一胎做過子宮手術 或者你的手術是在緊急情況下做的 例如你的子宮的傷口有危險,緊急情況 嬰兒的心跳不好,在緊急手術下,危險性都高了